LEN要判断是否长度 那长度是否正确呢 第一个当然你要想到是以弗 跟刚刚一样 接下来以弗的函数 当然它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逻辑 那逻辑的话你必须要给到一个LEN 所以你可以几个方法 可以自己输入上去 或者是怎么样呢 或者从这边可以去点LEN 那点进来之后你会发现 从这边点的 如果是你第一次使用函数呢 请你用这里 第二次以后的话呢 请你用哪里 用这里 那你会发现我是不是选了LEN之后 第二次的函数呢 就会在里面了 第一次的话会在外面 这个是两次的使用方法 那如果说你不习惯 你也可以用Key的也没关系 首先的话呢 判断在这里 LEN B3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当然它会跳出错 为什么呢 因为if的函数还没结束 有没有 里面还有两个参数还没给它 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怎么样跳回if呢 点一下if 再按插入函数 它就会跳出刚刚的视窗 有没有 好了之后的话呢 这个判断 等于 条件是多少呢 10嘛 10个字 所以你这个条件就给它10 然后呢 如果它等于10的话呢 就正确 反之就错误嘛 那特别注意哦 这边哦 10哦 前后有没有双以后呢 没有嘛 因为它是数字哦 长度一定是数字哦 你不要一想天开 自己再把它加双以后 那就错了哦 那结果的话 如果10的话就正确 反之的话就是错误 然后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往下填满 结果就出来了 有没有 正确正确错误 另外的话 这边它还配合一个性别 6 9